方老师为什么说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学生没有把老师 看作是老师 老师也没有把学生 看作是自己 传人 传法的人 老师学的 他要没有传人 他对不起他的老师 为什么 传到这一代就完了 下一代就没有了 这是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老师 老师传给我的 我至少要有几 一两个传人 在一生当中 修学跟我差不多 最希望的是比我更好的 最清楚于难而胜于难 对学生的爱护 把学生拉扬起来 让学生比我更好 我才对得起老师 我才对得起老师 才对得起学生 如果令法教学生 我所知道的东西 我教他一半 不会完全教给他 为什么 怕他将来超过 这是莫大的悲哀 他不知道 他懂得因果 他不敢做 为什么 这个因果是 无尽地狱 令财 贫穷 令法 愚痴 怎么可以这么说 真正的好老师 好的父母 希望子孙 一代比一代强 家庭兴旺 好的老师 希望自己的学生 一个一个都超过自己 自己的荣耀 不能不知道 所以念了诸解 第二段里头 无碍入等 无 释迦牟尼佛 佛看到我们 六道凡夫 扩灵明知 没有智慧 造作我业 在三途受苦 他也没办法 也无可奈何 讲经教训 天天给大家会一样 希望大家有一天 能回头 能接受到法 能遇到佛人 佛菩萨保佑你 让你有机会 接触真善知识 因为你能 奉持境界 如品得宝 是对于境界 比宝还要贵重 宝只是财富 金家是给我们 智慧的能 我们有智慧 有的能 就能帮助苦难中心 这高功德多大 真的是宝啊 和谷慧的能量 这样子 不得了 有的能量 提供 给你 说 能不能 按照 进帽子 不得了 对于境界 不得了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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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